吳委員也好 主委早安 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您做一个比较专业的探讨 我想您是专家 我想要借助您的分析 来为台湾迈向非核家园 是不是有可能去做一个 新的再生能源的一个研议的启动 我今天的破题就是 地热研究在台湾到底行不行 那我们看到2025年非核家园的目标 我们下一页 再生能源在我们的目标里头 2025年是要达到多少比例 20 20嘛 那另外的80%呢如何分配 它现在80%打算是天然气50% 你要对着麦克风 南美是30% 天然气50% 南美30% 但是再怎么说 台湾的空污 台湾的整个环境的负担 我们越能够把再生能源的量冲越高 当然是更好 所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 燃煤发电还是有相当高的一个疑虑 所以我们盘点出来 再生能源有这么多 太阳能 风力能 水电能 然后水力 地热 海洋 升职能 我们目前看起来 原能会是比较偏重 测重在太阳能跟风力的研究 是这样吗 我可以讲说吗 还有大家说吗 升职能也有 升职能也有 清能也有 清能也有 升职能目前我们已经 因当前阵子在台中 有第一个升职能发电厂的启动 这是政策已经完全来支持 那我看起来 我看了你们很多的研究 其实都侧重在太阳能跟风力比较多 我不晓得这是政府的分工 还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这个是他的分工 是分工 那我想问 台湾的地热 有没有这个潜力 目前的分工谁在进行 现在目前是工研院在做 工研院 我只能在这个地方 特别强调一下 从绿能的观念来看的话 只要不要烧 不要烧的话 那就是好的 那我就讲白一点 地热 它是不烧的 所以说当然它就是好 当然是具备潜力的 你讲升职能 它还是要烧 它还是有问题 所以您个人的专业的分析来讲 台湾在地热的一个政策的支持 是不是应当更多 在我们在开发更多再生能源的能量上 但是你强调就是说 因为我们原能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核能安全管制跟这个 那因为我们下面有一个所属的有一个核严所 核严所它过去这么多年来转型 所以说它就做有关相关的领能 那它在做这一块的时候呢 整个国家里面它有相关的分工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就没有去接触到 我了解主委的意思 虽然目前在政府的分工上 在这个地热发电这一块 并不是分配给我们原能会 作为研究的大宗主要的部会 但是主委您站在您的能源的专业 原能会的整个专业都认同 台湾在地热发电上是有潜力的 对不对 好下一页 没有错 地热是国际的趋势 更是台湾的优势 我想国际的趋势 我最近读了非常多的pepper 2015年国际能源总署 再生能源总署 已经扩大推动全球地热联盟 号召了38个国家 20个专业的业界 一起来成立的 目标要在2030年 达到全球地热装置发电容量 要增加5倍 也在这个计划刚领之下 全球目前已经有23个国家 44个地热发电的计划 已经上路 包括在台湾 科技部的宜兰三星的地热发电计划 也有在里头 台湾有慢慢的跟上国际的趋势 好 我们再来看地热是台湾的优势 我们所属的火山的交界地带 我们的丰富的地热的运含量 当然包括地热发电本身需要 比较小的面积的这个厂 这个设厂的这个设施 土地利用的效率相对高 因此工研院跟科技部都已经推测 台湾地热资源的总量 会是美国全境的三成 而目前美国是全世界在推动地热能源 非常进步的国家 另外在台湾的优势 我也看到工研院有说 如果台湾的地热能量只要开采十分之一就好了 就可以足够提供台湾的被载电力的9% 可以来解决我们缺电的危机 可是很可惜 台湾过去在1981年的石油危机的时候 台湾曾经是世界的地热发电的 遥遥领先的领航国度 那时候在宜兰清水就设了一个厂 结果因为一些技术的问题关场了 使得台湾的地热政策不再支持 也没有一个大破大力的作为 我们从领先的地位到现在 是没有在投入的 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也回应您说的 确实台湾在跟上国际趋势 跟链接自己的在地优势 我们绝对需要去发展地热 好下一页 跟你是有关的 我其实非常遗憾 为什么原能会就这么的客气 政府分工经济部去做 地热就经济部去做 我看了很多的文章 核二厂就在沿江库的上方 之前我们中研院的研究员洪主任 他做了这么多的 林振宏主任对不起 他做了这么多的pepper来分析 核二厂底下20公里 就有沿江库 它就会是一个好的 潜在的地热发电的一个区域 简单讲把核电厂除以之后 就可以转化成为一个发电厂 地热的发电厂 我认为原能会一定要研究啊 来下一页 我很快的跟您做一个报告 我真的不是专家 我不懂 读了好多好多资料 这里说的 这篇文章说的 非核家园的新选项 就是核电厂来变地热的电厂 金山万里的高温废权的地热征兆 已经是台湾足够作为地热发电的重要指标 如果能够在金山万里这里做有效的钻探 就可以去规划研绎 获得科学的证据 帮助政策来协助核二厂来转化成为发电厂 利用地热 这是这篇文章给我的重点意见 下一页 高成岩博士他写了更多篇文章 我想您当然都读过 他更具体的说 台湾应该投入千亿的预算来建制核二厂 作为地热电厂 而刚好台湾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历史的安排 核一核三核四也刚好都是身处 有地热潜在能量的一个所在区域 核二先试行 核一核三核四未来可能都可以利用这样的经验 可能往这个方向来推动 专家有这么多的讯息告诉我们 主委 这到底是不是可以现在来启动一个强化我们 就针对核二 锁定核二 去做一个钻摊 去做一个挖井 做一个有科学实证的研究 来为台湾的再生能源 利用干净的地热 相对的土地使用效益 也较高的地热 来提供我们一个新的选项 来你给我你的专业意见 我首先跟非常谢谢这个吴委员 对地热这一部分的这段时间来你们做的一些深究 那我特别强调一下 早期在1980年代初期的时候 或是1970年代末期的时候 台湾的清水 不只清水 还有土厂 这两个地方 对 那不过呢 那个时候呢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为政策是原因 所以呢 他关闭了 但是他那个是属于浅层的 那现在呢 目前是准备在三星这部分是深层的 那这一块呢 如果要做成 坦白讲这个工程是非常浩大的 不管高教授怎么说 但这个块 就是说 这个实陈上 可能上 当然他花费 花费时间 而且投入很高的成本 我还是要强调就是说 就绿能的发展 只要是可行的 我们都应该去做 这是我的 基本 所以针对这一块呢 当初在上个会期的时候 您有提出来 我曾经就在 这段时间呢 曾经去第一个股看 OK 那我也跟我们合研所所长讨论过 但是呢 我们考量一下 我们本来是想做一个示范 OK 做一个demo 那刚才您有提到说 这一块这个核二厂下面的这一块 这个事实上我们都有在考虑 可是就是因为 我知道你们内部的专家 也认为这是机会 是的 那为什么没有去给国家建言呢 我们需要政策的支持啊 因为现在目前呢 所有的这个focus重点啊 坦白说 它重点一个是太阳光电 一个是离岸风电 这是两个是先属于国家型的 而且目前是前站 对 这一块 那么至于地热这一部分 那其他的可能呢 台湾的先天优势 就放在那里吗 我今天质询你的意思就是 我们希望导政让政策的支持可以转化 看到地热发电的可能 我们去努力嘛 你告诉我您有什么努力 那就争取啊 就争取嘛 好 下一页 我发现我们核能所的研究员 其实针对地热发电 发表了很多文章 谢谢 其实我们都有专业 也都正面的肯认 下一页 可是呢 也许就碍于您刚刚讲的 政府部门的分工 现在对于地热研究 我看到的都在经济部 都在国营会 都在能源局 都在工研院 所以你们就客气了 下一页 你看你们都 核严所都是缺席的 下一页 下一页 但我为什么认为 你们还是需要去启动 这方面的研究 而且如果像您所说的 勇敢去促成政策的支持 因为你本身就是负责 督导核电厂的安全设施 如果我们今天把地热发电 更聚焦在 它可能就是focus 在现有的核电厂 把它转化 利用核电厂下方 蕴含的 丰沛的 地热发电的可能 这当然跟你有直接关系啊 所以我说除了 地热发电是一个政策 应当去研绎的方向之外 更应当锁定 核一核二核三核四 都有这样的能量 地热的 都在它的附近的area 可是就以现在科技界 专家讨论最多的核二厂的下方 我认为可以更积极的去启动 一个勇敢的一个研探 勇敢的除了科研之外 它需要行动 所以我一直认为 你需要有参与 您不应当这么客气 觉得啊这经济部就经济部 工研院就工研院 因为在核电所的下方 核电厂下方 如果就有地热发电的可能 当然您是要第一线来督导 未来的整个转化换轨的安全的 新的设施设备的督导 都是你的业务啊 是 所以呢 就你回答我 我们就努力争取的 那我更具体的 因为在今年7月份 台湾也举办了一个地热产业发展的论坛 在这个论坛当中 非常多的专家学者进一步的提出 台湾没有道理把地热当作再生能源 相对边陲的议题 台湾应当我要说 地热发电作为台湾的 台湾的再生能源 这是再出发的第一步 过去我们曾经领航世界 再出发的第一步 当然我们需要 法规要健全 我们没有地热 专法 我们因为没有法律 就没有办法设地热专区 也因为政府知词不够 我们没有一个鼓励的诱因 是不是让业者来做BOT或什么样 没有一个鼓励的机制 当然包括土地取得不易 当然包括环平的问题 而这些都需要启动更周延的研究 比较其他国家的 有相关完备的法治 设定专区 我们的地热发电才有可能上路 我希望这些面向 都是您在任内可以强力 为我们2025的非核家园 做出更具体的再生能源的贡献 那你要去启动这样的研究 那什么时候可以告诉我 你们初步的做法 我们在年底 我们先搞一个规划 好 年底给我一个初步 你们的研究的方向 我希望看到 你们大力的去向 应该可以很快做出来 好 那如果需要的话 要争取更多的预算跟资源 我们都愿意来协助 好不好 谢谢主委 谢谢 好 谢谢吴思雅委员 谢谢主委 好 我们下一位请蒋乃星